广东省云福市云安区的老乡们种的菜开始采收了 大家伙今年还想多建大棚 为了以后能收入更多 在广东省云福市云安区下四村一个蔬菜种植基地里 老乡们正在忙着采摘生菜 辣椒 茄瓜等蔬菜 这个蔬菜基地占地105亩 现在每天的销售量能达到4到6千斤 为了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 蔬菜基地还计划建造更多的蔬菜大棚 现在搭有10亩的蔬菜大棚在施工中 计划就春节之前我们完成过30亩的蔬菜大棚的搭建 然后搭建完成我们蔬菜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